我希望以這個網站好了 剛剛是認證內容對不對 如果假設你們點選上面有個關於TQC Plus 有沒有點下去 那這邊的話會出現那個 這位先生應該都認識吧 我覺得他滿不錯的 真的有真心為台灣做很多事情 而且好像之前有一段時間那個洪積不行了 那股價快跌到底了 結果沒想到他又回來回鍋 然後又把它救起來了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 那這個好像是他裡面有寫一些他的歷史吧 那如果假如你希望抓這一段文字把它存檔 或者是抓底下這一段 About Earth 如果我有一個題目 我希望你們把About Earth這邊裡面的文章 這裡面的文字有沒有 這些文字 就是我希望把它從網頁上抓下來之後 幫我存成一個文字檔 就是About Earth.tst好了 那這樣要怎麼做 OK 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把這個 不是用人工的 你不是說我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那個文字檔裡面 然後給它命名叫About Earth.tst 不是這樣啦 如果這樣 主要是練習 那將來當然你一兩個是可以人工 可是如果是一兩百一兩千一兩萬個 你當然不太可能就會再用人工吧 因為將來你一定會有很大量的資料 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呢 程式就非常的好用了 OK 或者是說這件事情是經常性的要做 或者是頻率非常高的時候 有沒有 那你這樣就絕對有必要不要人工的方式 不然的話 你光每天在那邊Ctrl C Ctrl V 你就要專門找一個人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今天寫了一個程式 然後也把它排成的話 那將來當然它就時間到 就幫你完成了 那這個人根本就不需要了 對不對 而且資料量越大的時候 那當然越 像金融業相關的資料 那不得了了 你會發現這樣 光那股會市的資料 就多少了 而且你還要再分散到各個網站的地方 那你需要一件事就是把所有資料都取得 並且把它匯整之後做一個分析的話 那用人工要花多少時間 可是如果你假設這些程式都寫好 資料也爬回來的話 那你是隨時可以監控的 OK 就像最近那個美元 整個馬上就 哇好快喔 本來32.6吧 我想說會不會再點7點8點到33嗎 原來我痴心妄想 原來是做 結果今天一看 現在好像31.4了吧 一下馬上掉了一塊錢 一塊錢有多少 如果你假設買美元買 買100萬好了 等於大概你一天 大概就損失了好幾萬塊 OK 那感覺其實 就蠻多的 一天 我記得好像有算過 大概好像一天就 就差了大概 好幾萬塊 一天 OK 不過還好 因為之前我是比較低的時候買 我那時候是28的時候買的 OK 我想說 而且那利息很高嘛 所以我就把它放著 不然其實我已經到期了 我本來想說要把它 就是轉回台幣啦 OK 結果沒有做 結果瞬息萬變 OK 不過其實可以看美元指數 看美元指數也一直跌 所以其實理論上 應該會下滑的機率蠻高 但是問題因為 它定存利息還蠻高的 它現在都有快到4%了 所以這樣換算下來 好像還有點空間 OK 好 那所以像這些相關資料 如果你有一套你自己的方式 抓一些資料過來分析的話 或許可以盡量避開這種風險 好 那如果假設我們要做這件事 該怎麼做 第一個 一樣 我們就是拿剛剛的四行程式 所以第一個 上面的這些都一樣 也就是Request Import Request 然後一樣就是Import Buildable Ship 並且把那個網址給它 這個網址的話就是上面這個網址 比如About Us這邊 就這個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我們把它把它拿來改一下 這個About Us這個應該是這個 把網址貼過來 就是這邊的網址改一下 然後上 所以上面這四行都固定的 只有網址不一樣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如果要知道說 它這個About Us 到底它的標籤 OK 特別重要有沒有標籤 或者是類別 所以我剛剛講過 標籤第一重要 類別第二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按滑鼠右鍵 在哪裡 在About Us上面 不用選 按右鍵就可以 所以也許你在音域這邊 按右鍵 檢查一下 看一下 這個資料放哪裡 你可以看到 它理論上會放一個P P實際上就是一個段落 所以 那可是問題 如果你假設抓P這個標籤的話 那因為這個網頁裡面 段落非常多 那它怎麼知道是第幾個P 對 所以如果你假設抓P的時候 一定會有問題 為什麼太多了 除非說你要告訴它說 我要抓P而且是第幾個 那這樣它就知道 那如果不行的話怎麼辦 跟各位講 如果這個P不行 請你往它的上一階 上一階是哪一階 有沒有看到 這個P的上一層是什麼 它的上一層就是這個 叫什麼 DIV 然後類別是什麼 是Custom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以這個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 我抓的是這個DIV Custom的話 其實理論上也就是可以抓到這些東西 它的下一層 那這個 抓到裡面的點Test 其實也會抓到這些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所以我們不要抓P 記得喔 如果你現在看到這P 你抓 可能會抓到別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抓到這一個 那理論上 DIV跟Custom 這個應該只會有一個 所以我們直接就是用這一 用Find就可以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那所以我假設我用Find 所以這邊的話我用什麼 用SP.Find Find的話 因為假設它只會有一個 當然如果你假設不確定 是不是只有一個的話 有個方法 我比較常會用到 就是直接在這個 這個地方 檢查的地方有沒有 我習慣呢 就是點這邊一下 記得點右邊一下 然後呢 Ctrl F Ctrl F之後的話 它這邊會出現一個尋找 讓你輸入要找什麼的 一個文字方塊 然後呢 我的習慣是直接把這個什麼 這個Ks這一串 Ks一直到 這個等於 開始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讓我們尋找一下 如果呢 找到只有一個的話 那表示說 這個網頁裡面也一個 一個就那個啦 OK 所以貼上一下看一下 不過它好像找不到 我們把它換一下 不要Ks等於 我們直接找Custom就可以了 好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它出現的 這個資料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 這個 目前的這個是排第幾個 然後它跟你講說第一個 那總共有幾個 有兩個 所以要特別小心 如果有兩個的話 那你可能用Find 就要小 因為Find 因為Find 只會找第一個 可是如果Find 假設它是第一個 這邊也可以用 因為它剛好是 第二個裡面的第一個 所以你用Find 剛好也是找到它 OK 你就不一定要用Find O 但是如果你是兩個的第二個 那就不能用Find 因為Find 只會找到第一個資料 不會找第二個資料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說第一個在這裡 第二個在哪裡 第二個在哪裡 這個有個向下 SearchNet 在這裡 這個也是 所以這邊有兩個Ks 叫Custom 所以我們是第一個 第一個剛好符合用Find的要件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剛好用Find OK 所以這邊我用Find 然後跟它講說 我要標籤是DIV 然後呢 我的那個什麼 我的類別是Custom OK 幫我找一下 所以我把它找到之後 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這存檔我先不存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把它直接print出去好了 OK 這樣啦 那我要找的是它裡面的文字 所以點Text OK 那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可以找到 這裡面的資料了 OK 好 那不過你會發現 把它print出去之後 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的前面有沒有 哇 好多空白喔 有沒有 它的後面呢 也一堆空白 所以呢 如果你的頭跟尾巴的空白 你要去掉的話 還記得吧 我們前面好像講過 有一個叫什麼 點Strip的 一個方法 Strip 這個Strip的話 就是去掉頭尾的那個空白 如果你要把頭尾的去 空白去掉的話 你再加一個點Strip 這樣它就可以幫我把它 怎麼樣 把它直接去掉頭尾了 得到解決 對 這邊的話 本來有一堆的空白 加上點Strip之後 頭尾的空白就不見了 OK 好 那理論上我們應該知道 抓到了 可是之後的話 我希望可以怎麼樣 把它存檔 所以要怎麼存檔呢 一樣嘛 我會需要這三行 就是我希望呢 把它存成叫 About Us.tst 有沒有 所以F等於Open About Us.tst 然後用W模式寫出去 然後F.right 那需要一個S 可是目前沒有S啦 所以我在底下再增加一個S S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sp.phine 然後phine什麼呢 Div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把這個print裡面的東西 再把它複製下來 多一個S而已啦 那這樣的話呢 就把它存檔了 所以執行之後的話 看一下 應該蠻簡單的 抓到了 然後把它存檔 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錯誤 沒有錯誤訊息 再來的話 到你的根目裡面看一下 有沒有About Us OK 打開看一下 沒錯 資料就下來了 所以其實啊 這個爬蟲存檔這件事啊 應該沒有想像中的麻煩 是把它好用的啦 OK 我覺得如果你會善用的話 哇 那真的會增加很多的便利性 而且你就不需要說一直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如果你有大量的這些東西啦 你每天都要抓這些這些資料 放在某個地方的話 那其實沒有那麼麻煩 好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試試看喔 就是抓這個About Us這裡 OK 這一塊喔 OK 那另外的話呢 一個變化題喔 旁邊不是有個Links 有沒有 這個Links裡面不是有很多這個東西嗎 那順便延伸上個禮拜的 我如果希望呢 請你幫我抓 Links 就是連結有沒有 這個名稱 放在第一欄 超連結 放在第二欄 所以有欄的概念的話 那比較適合存成CSV或Excel 最好存Excel最好 所以我希望喔 第一欄喔 直接就放這個名稱 那第二欄呢 有沒有 就是它的網址 欸 網址 網址在哪裡 那當網址以前你如果要找的話按右鍵 按右鍵複製連結 這邊有複製連結啦 可是如果你想要檢查 按右鍵檢查也可以啦 右鍵檢查這邊也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就我們剛剛 其實上個禮拜講的 就是 它這個超連結一定是A 有沒有一定是一個 小於A嘛 然後它的屬性是HREF 所以它的超連結在這裡 欸 那它的名稱在哪裡 名稱在這裡 欸 所以名稱是.text 然後呢 如果你要抓超連結 就點什麼 點get 有沒有 然後刮符 後面就加上它的HREF 就可以抓到它的超連結 然後把它放在第二欄 所以第一欄是 第一欄是 什麼 名稱吧 好了 OK 第二欄是 超連結 嗯 然後請你把這邊這麼多個啦 應該有十幾個吧 把它列一個清單 嗯 當然不是用人工的喔 如果用人工的話 哇 那目前這個十幾個還OK 可是如果多的話啦 我覺得應該理論上 就需要用程式來解決 怎麼做 想想看喔 其實 當然第一個喔 一樣的道理 先抓到這個區塊 這一塊叫什麼 欸 有沒有 這一塊叫DIV 它的CAS名稱叫這一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驗證說 這個 這個是什麼 SPP 這個有沒有 是不是只有一個的話 你一樣嘛 把它選起來複製 然後呢 剛剛我那一招嘛 Ctrl F 然後把它貼上 貼到這裡看看 欸 有沒有 它得到是E of E 所以呢 這個網頁裡面的這個類別名稱 只會有一個 不會有第二個 所以用Find是OK的 好 那Find之後的話呢 再針對這一個類別裡面 去找到所有的那個A的名稱喔 跟它的那個什麼 超連結 所以這裡比較特別的地方 可能要必須要分兩階段喔 第一個階段是喔 把這個原始碼的這一塊先找到 OK 把這個原始碼 這個區塊先找到對不對 有點像是 怎麼講 有點像剝洋蔥吧 先剝第一層 然後第二層再去抓這個裡面的所有A 理論上就是這個區塊的超連結喔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找A 也可以 但問題是這個網頁裡面的光 小於A這個標籤喔 哇 那應該是一大堆 所以建議是你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先把這個框框的 原始碼先抓到 第二個階段再去抓 下一個裡面的超連結 這樣會比較簡單 試試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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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